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其余的地方的话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了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我们先把它做直 做直之后然后再来对它先写个流去 OK 做直的话我们首先对它先写个拉伸 而这些尺寸的话我们就大概的去定一下 比如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标注直径100的一个尺寸 然后把它转后勾到线 好的 那接下来呢 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创建 就比如说这个地方有几个 一 二 三 四 五 感觉六个 一半六个的话我们做12个好吧 12个的话360度就是多少 30度 30度 那也就是说一半的话那就是15度 OK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呢 也把它做出来 OK 这两个呢我们把它转后勾到线 然后这个中间呢 那因为它会有一个什么一个一个能的效果 所以那我们就考虑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调个90 调个90 然后同样的把它转后勾到线 好的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考虑对它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创建了 也就是我们考虑做一个 我们考虑做一个 这个之后然后对它进行一个阵列的一个操作 那这里的话我们考虑把它转化为高到线 然后在这个地方对它进行一个重新来做一段 也就是也就是说这里呢 我考虑对它进行一个怎么样 一个倒一征的圆角 比如说打个10有点大 打个5打个5啊 OK 好的 大概是这样子 我就考虑做一个出来 而这一个的高度 比如说我们调个200啊 200的一个高度 OK 选择去的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正面 正面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肯定是选择一根轴 轴正面来对它进行操作 但是大家会发现 这个里面没有轴 对不对 那么可以选择坐标系里面的一个坐标轴 OK 我们选择这个Y轴 然后这里呢 我们刚刚所确认的是12个均匀分布 OK 选择确认 那这样的话 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就把主体的这个值的效果 就把它做出来了 对不对 值的效果就把它做出来了 好的 然后我们把上面跟下面这两个地方 也把它做出来 OK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里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 这个旋转的方式吧 把它做出来 然后这里的话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嗯 这个下面这一部分 下面这个地方的话 有一小段这个效果 然后上面这个地方呢 是一段斜的效果 好的 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就大概的去把握一下 然后这一部分呢 比如说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效果 当然这个地方没那么大 比如说55 啊 然后这个地方15 有13 153 好的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转化为构造线 而这一段转化为构造线的目的呢 是这个地方就需要稍微的去调一下 然后做一个相等的约组 然后这个地方应该说 继续做一个相等的约组 好的 然后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调个两个毫米 然后这个地方调个一百一百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 OK 差不多 好的 大概是这样子啊 这个尺寸的话 我就大概的去确认了一下 OK 选择确认 行吧 上面这个地方 我们也一次性把它做出来吧 上面这个地方 上面的话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效果 对不对啊 一个这样的效果 那既然是一个这样的效果的话 我就 先参考一下吧 参考一下上面这一部分 然后再来对它进行一个 这样的一个创建 这样子 尺寸的标注呢 这个地方我们调个两个毫米一点点 然后这一部分呢 我们可以标注一下这个尺寸 比如说我们调个五十 刚刚是个五十减五十二 哇 差不多 然后这一部分呢 我们可以调个三十 三十五 差不多 OK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调个二十 看一下 二十 来观察一下 我们可以调个二十五 二十五 好的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效果 但是我感觉上面好像还是有点矮 啊 还是有点矮 可以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可以调个三十 嗯 差不多了 好的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效果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哎 其实我们整个效果呢 就做出来了 只是说中间它不存在一个流取的现象 虽然我们就可以通过在编辑里面有个流取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流取呢 对它进行一个操作 那流取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个呢 我们选择它对它进行一个流展 对它进行一个流展的一个操作 然后这个方向呢 不对 我们就可以切换一下方向 是这个方向 上下的这个方向 然后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直接 比如说你直接 我们直接对它进行一个流 大家会发现 其实它是对整体的一个流取 而这样子来流的话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只需要哪里哪一部分 我们只需要中间这一部分的一个流取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选框里面 选取框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 位置的一个确认 就比如说几点 我们调个50 50 我们先来 就是我们先来看 这个地方也调个50 我感觉上面 我看一下 上面感觉上是 因为从这一段开始的话 上面这个地方呢 是需要高一点 我们先来调吧 比如说我们调个90度 调个90度 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 大家会发现它的方向反了 对不对 它的方向不对 它的方向不对的话 我们就可以调个负的一个90度 而且我们可以调个负的120度 负的120度 因为这个流取的这个效果 我感觉可以稍微调大一点 是吧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 当然这个整体的这个高度的这个 参考或者说这个高度的比例 和它的这个直径的比例 感觉不是特别的合适 那这个的话 我们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方法了 如果说这个尺寸不太合适 大家可以去调 对吧 但这里的话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里大家可以来看 大家会发现了 这个底下这个高度 是不是这个高度 是不是要高一下 按照理说 我们这个高度呢 没那么高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高度呢 调矮一点 这个高度呢 上面这个高度感觉还行 还可以稍微的往上左一点点 上面这个高度 我们可以稍微的 上面这个高度 比如说起始的这个高度呢 我们可以稍微 比如说调个30 调矮一点啊 这一部分是吧 30差不多 然后的起始的话 我们可以调个40 稍微调高一点 然后这个尺寸的话 150吧 负的150啊 负的150度 OK 大概是这样的话 应该来说是会比较合适 我们来对比一下 我们来对比一下 这个时候应该 这个其实这个地方 好像还是可以稍微往下挪一点 对不对 往下挪一点 上面的话差不多了 上面的话差不多了 对不对 好的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调个20吧 其实 其实为止调个20 好的 这个时候应该来说 就比较合适了 对不对 这个地方就比较合适了 那我们就可以 比如说一个180 调个180度 流取的 那这样的话 流取的就比较大了 是吧 好的 那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话 我们就做出来了 而且流取的这个效果呢 是比较大的 那这个具体这个流取的效果 你要调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 实际的这个情况去调整它 其实感觉上不需要那么多啊 是吧 不需要那么多的话 我们可以来对它 还是调个150度吧 OK 150度应该是差不多了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做 嘴 嘴的这一部分和我们的手柄这一部分 OK 我们可以来先做一下手柄这一部分 手柄这一部分的话 很明显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扫描来做 首先我们做一条轨迹线 通过扫描来实现这样的效果 OK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大概是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尺寸呢 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先打个 打个圆角 打圆角 OK 相应的尺寸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标注 比如说这个尺寸呢 标注一下 这个尺寸呢 标注一下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标注 然后这个高度呢 我们也可以调整一下 然后这个尺寸呢 我们也可以标注一下 好 把所有的尺寸标注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框选这些尺寸对它进行修改 对它进行一个整体的修改 而这些尺寸的话 我就大概的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调个90 这个地方调个180 这个地方调个20 这个地方调个150 OK 这个地方呢 我们调个35 OK 好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些尺寸呢 把它调整了一下 调整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扫描 扫描 然后 扫描的轨迹呢 扫描的截面 我们就可以去调整一下 就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调个 嗯 15 这个地方调个20 25 25 好的 大概是这样子 接下来大家可以来看 哎 这个时候感觉上这个手柄有点粗 有点粗的话 我们去调整一下这个宽度15 我们调个12 调个12 好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差不多啊 应该来说差不多 那么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打圆角 打圆角的话 打个五多大型呢 也合适 对吧 所以像这些的话 我们主要是给大家操作一遍 或者说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方法 而并不是说我一定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或者说一定要用 一定要去确定这个尺寸一定是多少 因为大家觉得 大家觉得如果说这个尺寸啊是多少 或者说这个直径啊 或者说这个高度啊是多少 大家可以都可以自己去调 但是这个方法如果说大家懂了的话 其实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对不对 好的 虎嘴这一部分的话 主要虎嘴这一部分主要是看大家是怎么理解的了 那这里的话我简单的来 简单的给大家操作一下 这里我们首先来做一条 操绘线 操绘的一条曲线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调个25 这个地方我们调个55 这里呢我们调个180 OK 大概是这样子 看一下位置和或者是 感觉还可以调 190 OK 差不多好的 那这样的话我们做了一条曲线 那这里我就考虑做一个扫描混合 扫描混合我们前面的话 我们可以首先来对它进行一个扫回 扫回一个前面 第一个前面呢 我考虑做一个点 OK 第二个前面呢 我考虑对它进行一个插入 插入一个前面 然后第二个前面的话 我考虑对它进行一个什么 进行个三角形的一个创建 就比如说 这样子 OK 好的 然后相应的一个相等的约数啊 一个相等的约数啊 这个尺寸呢 我们可以调个 比如说调个40 这个40 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地方的一个尺寸 合适还是不合适 哎 感觉这个地方呢 就 感觉上有点小 是不是 这个尺寸有点小 我们可以把第二个前面的尺寸 稍微编辑一下 编辑 比如说调个60 调个60 调大一点 这样的话感觉上这个这样子才会协调一点 不然的话它就不协调了 是吧 然后这个地方打个圆角 也就是说简单的给大家操作一下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你倒个8 好的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的这个壶呢就做出来了 对不对 这个壶就做出来了 当然了 大家会发现 哎 这个地方就不太合适啊 对不对 这个地方不太合适的话 我们就可以考虑通过曲面的方式来做的 可以考虑通过曲面的方式来做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把它生成曲面 对吧 把它生成一个曲面的效果 曲面 好的 这样子 对不对 然后对象进行一个 啊 倒了圆角之后 我们再来对象进行实体化 对不对 通过一个实体化的方式的话 这个时候就不会有刚刚我们的那个情况了 啊 因为打圆角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 灵活的去应用这个软件 因为软件它是死的 但是我们人是活的 啊 我们只有灵活的去应用这个软件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哎 其实这个软件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 对不对 嗯 好的 然后我感觉这个个总体的高度好像有那么一点高 我们可以稍微改一下吧 改一下这个总体的这个高度 比如说我们调个180 180 嗯 OK 这样子的话会协调一点是吧 会协调一点 但是这个高度呢 这个高度 这条草会曲线的这个高度呢 我就可以去调了 这个地方呢 我们去调个180 是吧180还是有点小 175 175 OK 好的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比较啊 就会比较协调了 然后这个高度呢 我们的这个扫描的这个高度呢 也可以去调一下 就比如说这个地方调个170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可乐软件它是一个参数化的一个软件 所以当我们去更改相关的一些参数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比较方便的对它的整体图形进行一个更改 不然的话如果说你是一个非常的模型 那你前面改了后面它不会跟着变化的话 或者说你需要通过更改别的一些方式去进行操作的时候 那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麻烦 而我们可能软件的话 你只要改相应的一些参数 就可以直接把整个图档的效果把它更改过来 对不对 这个时候这个效果呢 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合适了 对不对 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合适了 行吧 那这个实例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一加一学院是一家专业从事PRECLU工业产品结构实际培训的在线教育机构 拥有完善的教学与监督管理体系 帮助大家快速学习 提升实战工作技能 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 一加一学院参与免费直播课程学习 课程相关素材和更多学习视频获取请加课程公众微信QQ3539989929 QQ35399899